我請教一下明傑 東風系列的飛彈 真的是航母殺手嗎 對 我們看到這一次 他打的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是兩枚 四枚 那我們研判可能就是說 這個地方浙江寧波 這個部分可能是打東風21D兩枚 那這邊是這個青海的西北端 打東風26 那射程大概有4000公里的 這樣的一個東風26B 那同時間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彈著點 都是在南海的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打在這個區塊 大概這個解讀一下 基本上來說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兩型 都是號稱航母殺手的一個 彈道飛彈 他是出大氣層之後又回來 飛行到這裡的時間 如果以東風21D來講 飛行到這裡1000多公里 至少也要6到10分鐘時間 那你今天如果是以 美軍的航母為目標的話 我們知道航空母艦 他不是定在海上的 他是譬如說一般正常巡域 他可能以20節的速度在行駛 所以他是在移動中的 你從這麼遠的地方 如何去打到一個移動中的一個目標 事實上這在技術上是非常困難 那當然解放軍號稱已經具備這個能力 那當然這個能力 他還是有一個限度 就是說他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要能夠目標獲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即時的動態 就是說我要能夠即時掌握 美軍航艦他的一個航 這個航向 他的位置 那你要能預測 他可能怎麼走 所以你這麼遠的幾千 1000多公里外 打過來的時候 你才能擊中他 那這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在於說 他的目標獲得 他要能夠這個完完全全的 盯著這一艘航母的動態 在這過程中 你把最新的這一個位置跟資料 傳輸給這個飛彈本身 那這 但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克服 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何目標獲得 目標獲得 現在通常幾種 從空中 譬如說用無人機 我用無人機一直跟著你 或者海上的船艦 你可以盯著他 但是這兩項的能力 基本上來講解放軍還不具備這樣能力 特別是航母艦隊 他基本上500公里 這個作戰半徑外 都有這個艦載機在航 這個空中監控 你不可能接近他 所以他就變成說 他必須透過在南海 特別是南海對他來講 是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 因為有島礁 島礁上面 他可以部署 設置這種叫做超地平性雷達 就從陸地的這一個島礁 然後這個對海偵測 然後遠距之外 就去掌控這個航母的一個動態 然後一直鎖著他 鎖著他之後 你把這個資料傳輸給 這個你的飛彈發射車 在千里之外 然後中間飛行的過程 不斷的修正他的一個方向 跟這個 最後的一個末端攻擊的目標 所以他在這個南海 這個區塊 為什麼打在這裡 因為他在西沙跟海南島中間 這一塊可能有部署 所謂的超地平線雷達 如果他在往下移的話 這個到南海正中央 可能他就沒這個能力 他沒有辦法掌控航母的動向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 第二個就是說 外界在質疑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打擊方式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飛彈 出大氣層之後又進入大氣層 進入大氣層 他們號稱說這樣的一個飛彈 基本上這個速度高達18馬克 那他在這一個彈頭 回大氣層的過程中 跟大氣層的摩擦 這樣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 叫黑障的狀 這個狀況 黑障的這因為高溫磨擦 那導致黑障狀況出現的話 你今天上面所有的最新的 不管是你最新的這一個 這個北斗三代 GPS的定位 或者是說你有新的一個資訊 要傳輸給這彈頭本身的時候 他上面黑障狀況 會把這個電磁波整個干擾掉 也就是說他會收不到 那如果他今天是改成說我末端 在這個最後攻擊的一個階段 那他這個用他的末端 用譬如說主動雷達的一個偵測 或者是紅外線的巡標器 同樣會受到這個速度影響 所以他必須要降速 降速來講他就速度沒那麼快 那同時他要降速 他才能夠讓他的這個彈頭 能夠這個變軌 能夠這樣子撤滑 然後最後擊中目標 這個難度事實上是非常高 所以我們這一次不知道 他沒有對外公開 是不是有移動的一個靶船 還是他打固定目標 如果是打固定目標 基本上對美軍來講 威脅就不是那麼大 如果是打移動中的靶船 又擊中的話 那當然對美軍來講 他會有所這一個警戒 也會有所應應 那特別是我們知道 尼米之號航母 他的甲板大概長是333公尺 你在6分鐘之內 他的航行 他可以 這個不是 這個以20級的速度來講 他可以移動 上下左右 你無法預測 他是從哪裡走 上下左右至少3.6公里的範圍 所以你要在遠距之外 這麼遠 然後打中 只有333公尺長的 這樣的一個跑道 事實上困難度非常高 那當然美軍也沒有 因為這樣子特別 就是說這個輕估了 輕忽他的一個威脅 那特別是他打南海 我剛剛講說 除了這個目標獲得之外 我們看到他這個軸線 如果說你 你從這個寧波這個位置 往外移 往外移這個半徑 你就知道他可以 他是實際上 他也在針對日本 因為這個也在他射程 還有台灣在他這個射程的反 這個涵蓋範圍內 那這樣的一個東風21D 或東風26來講 對他來講 本來就是一個所謂的殺手劍 跟王牌 反介入的一個最終王牌 這時候動用 我會覺得說 事實上他可能 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因為這樣的一個 本來是反介入 他的這個最終的殺手劍 他是用在什麼時候 用在如果他今天 已經決定 這個要在台海或南海 有所行動 他這個拿出這樣的一個 殺手劍的目的 就是要把這個 美軍的航母艦隊 區隔反介入 就進入戰區之外 讓他不敢靠近 但是你今天 如果只是單純的 你要這個政治上 要這一個嚇阻美國的話 你這時候就把這張牌 打出來 打出來之後 現在美國如果他這個 不在意的話 他可能會加速介入 而且會更堅決的介入 所以他戰術上 或許他可以內部鷹派 送這個抒發他的情緒 但是戰略上他反而造成一個 這個相反的一個結果 所以對他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 失敗的一個戰略判斷 那同時間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除了這一個 在這個區塊打這個 東風21D跟東風26 他昨天前天事實上 他在黃海那個區塊 這裡有一張圖 這是衛星照片 這美軍的這一個 不是美國商用衛星拍到 在黃海那個區塊 大家同時間非常剛好 是U2S的偵察機 也飛入這一個領域 那有人本來一開始傳說 這是U2拍的照片 但是後來證實不是 這是商用衛星拍的 這在這個 在打另外一型的飛彈 在打什麼飛彈 他這個把它放大之後 發現他在這個水面艦 哪一型的水面艦 因為這個照片 他們無法判斷 但是基本上來講 他是垂直發射 先打上來 你看這個地方 先打上來 然後往外直直衝出去 這個外界研判 應該就是他的這一個 建設型的英級18 也是算超音速的反艦飛彈 那這一個飛彈 同樣在黃海那個地方打 當然也是在這一個 等於說要嚇阻美軍的一個艦隊 進入黃海 甚至渤海 直取這個 這個他們的這個近海的一個區域 那U2飛到這個區塊來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啊 還有另外一個含義就是說 昨天也有這個南華早報報導說 其實U2飛進來這個區塊 他根本不用飛這麼近 他就是政治上戰略上 我就是要這個極限施壓 我就是要做這個動作 軍事上來講 U2事實上他在這遠遠的地方飛 這下面所有東西 他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完全不用穿越他所謂的這個 這個射擊區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 基本上來講 對美國來講 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動作 所以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 從渤海 黃海 台海 南海 這些四海連演 基本上啊 更有趣的是說看到一個 中國內部的一個學者講說 他們是在演練 可能遭到美這個美台日 三方聯手攻擊中國 今天這個是更更更可笑的是說 你今天在外面 嗆聲要打人家 就回家跟家裡的人說 我會被別人打 完完全全就是一個 大內宣的一個操作 然後在這一個 等於說要煽動這個反美反台 這樣的一個這個整個情緒 這整個上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這會加速 美中之間的敵意螺旋 特別是這一次東風21 跟東風26的試射 這樣的一個大動作 對美軍來講 會視為一個非常嚴重的挑釁 那加這個接下來 我覺得這個美國 反而會加速介入 而且他的兵力反而 這個會更增強在亞太 第一島鏈內側這一塊 不管底進偵查 像這個美軍 昨天也強烈回應 他說他就是會繼續偵查 然後你看到美國國防部長 艾斯培公開講說我們就準備好 在軍事上要跟中國直接來對抗 好那吳你 那再搭配今天白宮官國務院 直接丟24個南海的黑名單 所以南海現在可能變成一個超級戰場 整個戰場又從這個台海的嘴炮戰場 轉移到真正的軍事戰場南海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解放軍這個動作 對他來講其實真的是非常失策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先前解放軍他也擔心說 美國事實上最有把握是在南海動手 直接譬如說這個用他的這個 戰機飛越黃岩島直接丟炸彈 因為上面沒有駐軍 那這樣做一個示警的動作 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他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戰場 主戰場轉移到台海 所以搞了這麼多的軍演 然後對台又開始持續的文攻武嚇 但是他現在把這個飛彈 又丟到南海之後 然後又說這一個 等於說把這個戰場的這個焦點 又移到南海去 所以讓美國有更多的理由 來處理南海問題 所以配合這樣子要制裁 所謂在南海這些 所謂24家的黑名單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反而美國他有更多的籌碼 跟更多的手段 可以在這個南海這個區塊 跟中國未來一決勝負 好我們稍後回來